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引发中共政治危机的王立军薄熙来案 中共官方一直没有公布消息 最近两天有海外媒体报道 中共中央公布博案处理意见 可能会提前到6到7月份 薄熙来王立军的刑期可能是16年到无期 而古开来可能会判死刑 据博讯网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 由于薄熙来古开来涉及的犯罪内容严重 加上中共中央依法处理的呼声 中共高层关于薄熙来案的处理意见 可能会提前公布 也就是由原来的8月份提前到6、7月份 到时案件会移交到司法部门走司法程序 消息说如果以犯罪内容定论 博古都会死刑 但薄熙来不会被判死刑 最可能的刑期在16年到无期 消息还说王立军主要是三宗罪 判国罪 严重腐败 刑讯逼供 处理意见公开应该和薄谷同期 但不会同时公布 王立军应该不会死刑 判16年到无期可能最大 而香港南华早报也引述知情者的话说 王立军将于下个月以判国罪受审 有可能面临死刑 知情人士说审判将于重庆进行 王立军的律师团已经形成 薄熙来案发生以来 中共内斗和腐败丑闻也成了全球舆论的热点话题 英国媒体5月21号发表评论 分析了由薄熙来案引起的中共高层的恐惧 据BBC中文网报道 这篇发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评论 题为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恐惧 文章说 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 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 文章引述了一个关于伯列日涅夫的传说 说他带着出身贫寒的母亲参观他的住所 向他展示他收藏的大量外国豪华车 富丽堂皇的别墅以及精品美食 然后问他的母亲有什么感想 他母亲回答 一切都非常好 但万一布尔什维克回来了怎么办 文章说 中共领导层现在对于中国的国家财富 已经不仅仅是控制 还加上拥有 文章分析说 为什么拥有财富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那么重要 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共领导人 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 确定的回答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 文章认为 薄熙来案处显示了 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激烈之外 还因暴露出薄熙来家族的腐败 而引起公众对中共高层官员普遍贪腐的关注 而中共精英阶层贪腐现象的曝光 也让中共高层有了布尔什维克回来怎么办的恐惧 文章还说 现在中国各地每天都有大约500起反贪官的抗议示威活动发生 虽然大多数被警方镇压下去 但官员贪污国家资源和老百姓血汗前的事实最终会使所有目前忠诚于党和国家的公民醒悟 腐败已经到了统治阶级的高层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新闻